我們現在在Mojia Summit 2013的現場 然後我們現在要訪問到Mojia台北的Servantes 那下午的那個Session啊 你是聽了哪一場Session? Mojira 關於Security跟Privacy 然後Mojira未來可以做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再進入User的Privacy OK 那這一場的Session啊 你們進行的方式大概是怎麼樣? 我們有三位host speaker 然後他藉由發文的方式 然後來跟我們說 在未來系列之內關於Privacy的問題 然後你最害怕的惡夢是什麼? 然後接下來我們想一些有些問題 有一些連續的一些答案 接下來呢 speaker 又要進入一起 我們在研發想說 如果遇到關於這樣子的惡夢過程中的話 那我們會有什麼方法可以去解決 這樣子的問題 聽起來蠻刺激的 那你之前聽到的 你覺得最印象深刻的惡夢大概是什麼樣? 像最深刻的惡夢可能 可能就算是 假設未來的那種Sensor Network 然後它如果變成非常有益 的話 就是全數不在的Sensor的話 也許有一天美國NSA 會在你上完廁所之後 然後就是你要尿完的時候 然後跟你講說 誰是誰 你可能要多重演 你的心理精神 然後你可能需要 你要多喝水 或多吃一系列健康的一些東西 然後這個 對大家來說 在Privacy來說 也是一個很大的惡夢 還有其他的惡夢嗎? 剛剛聽起來這個好像還不錯耶 還有一些 像是 一些大公司 比如說 一段的一些公司 然後我們個人資料去公司 我們在上面 然後結果有一天 他被害了 然後我們所有的資料 全部都移出去 或者是說 有一天 整個要求 你投票的時候 我們只要有Facebook網站 然後在Facebook上面投票 其實對我們來說 這是很大的夢 OK那 最後你們大概 怎麼結束這個 我們想了一些 一些 然後去解決這些問題 那其中有一些 有些 有一些地方 還蠻不妨的 並說 我們可能有想說 我們其實可以隨身 隨身 隨身攜帶那種隨身型的 電子脈衝裝 之便秘 所以呢 Sensor 當它要Sense你的時候 然後就發出電子脈衝 然後把這些Sensor 全部給摧毀 那 這當然是有點激情 那我們還有想說 一些其他那些問題 像說 一些方式 比如說 像我們可以戴你 戴那些 那種 金屬屏地帽 然後把你的那些想法 或者是你身體會發出的資訊 把它遮蔽掉 萬磁王 對 是萬磁王 那我們還 或者是說 我們有一些 有些 新增的裝置 然後可以幫我們身體發出來的 一些訊號 然後去把它 加入一些 混亂的訊息 然後讓 讓這些Sensor 他們也幫我們去Sense到 我們用真正的那些對抗 所以我們如果不希望 我們身體會發出來 關於我們 各種的一些 一些 可以被Sensor 可以Sense到的 那一條用途 不想要它揭露出什麼 的話 那我們就跟這些Scracker 然後 然後去把我們的 發出的訊息 把它回應 聽起來好像是 就是 只是阻斷那些 有可能阻斷的訊息 不被攔截 那已經 譬如說 我們不得不提供的資訊 那些 資訊外洩 就 就似乎好像沒有任何解決方案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 很多其他的一些 集中方案 我覺得其實 還有很多 可以把形容的一些想法 那我覺得 當然最重要的其實是說 這些方案解決到 那到底是 什麼個性還是什麼個性 就最重要的是 大家在這個 思考的那個 集中的一個過程 然後大家等 一把新的朋友 去發洩一個的東西 然後去集中 那些貨物 然後再去公主 謝謝 謝謝Servanty's 謝謝 好精采